投資朋友圈 助理你的投資決定 歡迎回來 在視頻的另一端是KK林佳琦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 嘉賓見股環節 今天KK為大家介紹的這支個股 也是我們昨天跟大家聊到的 創科實驗 那我們來聽一下 KK給我們最新的解讀 創科實驗在最近 開始有一些投行 對它的目標價會有一個提升 還有我們從過去一個多月 它從高位115塊之後 做整個調整 最近跌穿100天前的位置 但是我們看到了 沒有什麼快的消息 只是基金有一個 狂馬的狀態 但是在下一年 我覺得在當1月份或是以後 投資者可能會重新關注 一些實力比較強 在整個經濟服務數的動力 會走得比較好的一些股份 唱客我覺得也是有一些特點 一些賣點也是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在昨天開始見到一個 情教的增加 積蓄走勢又突破的情況 在短線如果見到100塊附近的水平 我覺得投資者可以其納它的股份 在下一段它有機會會 再跳漲之前的左力位置 或是突破之後 應該再漸到115塊或是以下的水平 剛剛KK也是提到了 它是獲得了大行的一個認可 所以昨天股價就出現了一個大幅上漲 在上午的時候 就已經成為表現最好的籃籌 它是獲得了大行 麥格里大升目標價是由70元 調升91%至134元這樣的一個位置 而且是維持跑贏大勢這樣的評級 我們看到在疫情之下 這種裝修 家庭的一種升級 也是讓它的這種電動工具產品的需求 是得到了市場的認可 但是KK我們今天從股價上來看 你會發現昨天漲了超過3%之後 今天的成績力好像有一點不足 因為今天只是微漲0.7% 那您會怎麼來解讀它現在市場當中 對它的這種好像上升動力不太足 這樣的一個跡象呢 但那個動力不太強 我覺得是非常的合理 因為從股價去看 它這一年漲的也是挺多 所以對於它在今天高位有益的阻力 或是在50天線 開始也會有一個繼續的調整 我覺得是非常的合理 但是剛才也說過 因為它有大行的調升 調升的目標價 還有他們在昨天 也是有一個請教的配合 所以我覺得雖然今天的走勢 我覺得沒有昨天那麼強 但是從利益英格角度去看 它的高位也是不停地實行高 在短線的低位也是有一個反彈 我覺得也不需要太擔心 反而這種好像漲幅是允許陷進的 然後不是說是一下子漲上去的話 能給更多人的機會 而且是更加穩健的 說不定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跟這個問題 不可能 我們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坐在這裏 我們可以坐在這裏 了那個時候 我們可以坐在這裏 我們可以坐在這裡 那裡的你都可以坐在這裏 我們可以坐在這裏